年金的改革方案月底就要公布了 考试院主张要大幅调降18%的优惠存款利率 要降为12% 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所得的退休军工教人员了 而这年金改革呢 也带动了一波教师的退休潮 这三年来退休教师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像是去年一口气就退了4500名的教师 也创下了新高 月底即将公布年金改革方案 考试院主张大幅调降公务人员优惠存款利率 从18%降为12% 以一年最高可以提存200万元为例 每个月约会存款的利息 将由3万元减为2万元 也就是减少了三分之一 1万块的利息 经过多次的改革就已经更少了 所以剩下三四十万五六十万的18% 其实它就等于是它公保一次给付的 8%9%左右不等 其实这个部分的公保优惠已经是少之又少 考试院能影响的只有公务员的部分 军教部分仍有意见 但是年金改革引爆教师退休潮 这三年来 教师退休人数逐年攀升 尤其去年总共有4569名老师退休 创下新高 多出来的缺额 正好让三万多名的流浪教师 有了递补的机会 考试院将在29号召开座谈 由全续部向考试委员说明 有关公务员年金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 而马总统最迟30号拍板定案